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今天主題是From Pandas to GeoPandas 然後我要做地理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那什麼是Pandas跟GeoPandas呢? 有人看到這個題目之後就問我說 到底什麼是熊貓到地理熊貓啊? 那我這樣子解釋大家覺得是不太滿意嘛 就是什麼是熊貓到地理熊貓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應該有不少人有聽過Pandas 那沒有聽過也沒有關係 Pandas是Python的一個高效能 而且比較高階的資料處理的工具 它可以讓我們用一些比較高階的方式 例如像是Groobby或是Join之類的這種方式 來操作我們的資料 那可是Pandas它能夠處理的資料 大部分還是屬於文字型或者數字型的資料 它沒有辦法很方便的去處理空間的資料 所以後來就出現了GeoPandas 它是Pandas的一個subclass這樣 然後它可以 又多了可以處理地理資料的功能 那首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尼敏斯 我目前就讀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然後我目前在DSP智庫驅動這間公司當實習生 然後學習了一些資料處理還有資料分析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不過主要還是在寫程式 主要還是在寫網站這樣 然後因為我本身對地理有點興趣 所以我這個學期應該說我從上個學期開始去 師大地理系去修一些GIS的課 那我從這些地方分別學到一些寫程式的技巧 那還有學到Pandas這個工具還有學習GIS 那我覺得GIS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可以拿到很多就是資料 然後去做一些分析 而且這些分析是跟我們生活周遭有關係的一些分析這樣 那我原本以為GIS還有寫程式對我來說 就像人生中兩條無法相交的瓶頸線 永遠不會相交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了GioPandas這樣 那我發現我可以在Pandas當中 就是用我喜歡的工具 然後來做一些我喜歡做的事情 像是地理資料的分析這樣 那我也很高興今天有這個場 就在這邊有這個場合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用Pandas跟GioPandas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十大GIS課學習到的東西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要先介紹一下台灣常用的座標參考系統 因為我拿到一個不管是Open Data 或是其他的Data進來 就一定要先知道它是屬於哪一種座標系統 我才可以開始來做一些分析 那我們比較常見 台灣Open Data比較常見的就是 像是晶瑋度的座標 WGS84 Datum的晶瑋度座標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右邊 就是投影過後 或者是TWC67跟TWC97的二度分帶投影的座標這樣 那這邊就是主要就是 跟大家講一點就是 左邊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是晶瑋度嘛 例如說台灣大概位於北位23度 然後東京121度之類 那右邊大家比較不熟悉 那等一下會再詳細介紹 那這邊主要就是說 當你拿到一份資料 你要在GioPandas當中去做一些分析的時候 你一定要投影成同一種座標 投影成TWC67或者是C97 因為我們要先從左邊的三維的空間 對應到右邊的二維的空間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因為GioPandas它基本上還是處理二維的空間這樣 我們才可以做一些地理資料的分析 那我這邊簡單的就是 講一下如何用TN2度分帶來 locate台北的位置 那TN2度分帶主要是 以121度精度為中心 然後我大概把它就是用 用一種概略性的方式把它投影到一個平面 然後所以有一個平面之後 我就會有一個X軸 X軸座標跟Y軸座標 OK 那我這樣子直接把它點出來 那可以看到X軸 台北是大概位於X等於30萬公尺的地方 那Y等於270萬公尺的地方這樣 OK 所以你拿到一份資料之後 你要怎麼分辨 就是你拿到資料 到底是經緯度作標 還是TN2度分帶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你下載下來 那個下載來源沒有跟你說 到底是哪一種經緯度作標的話 那你就看 如果數字非常非常大 那它肯定是TN2度分帶投影過的作標 那你要怎麼分辨是TWD97還是TWD67的作標呢 基本上你現在拿的資料大部分是TWD97 除非它有一些特殊用途 或者是除非你在民國1999年之前拿到這份資料 因為1999年的時候發生了921大地震 所以大地震之後其實就是大地有一些形變 後來就是有做過重新的測量 那那個時候都是以TWD97的作標系統來做定位 那如果你還是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篇文章寫的還蠻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來到我們的重點 就是我們今天拿的open data拿到第一資料 大部分都會拿到shapefile這種資料 那它的結構的話 比較重要的是它會有個點dbf檔 它是dbase的資料庫的格式 那它裡面會儲存數值型的資料 還有文字型的資料 另外它會拿到一個.shp檔 會拿到空間的資料 例如說台北市長什麼形狀 它就會儲存在點shp檔裡面 台北市位於哪個位置 它也會存在點shp檔裡面 那另外還有shx還有prj檔 分別儲存了一些像是所影還有投影 就剛剛講投影講很久 就是投影它是有一些參數 要從一顆球投影到一個平面 它是用哪一種方式來投影 都會記錄在shapefile裡面 那我們就快速的匯入一個台灣的理界圖 首先上面是一些參數 就是要怎麼在iPad Centerbook上面 就是顯示我們地圖 而且顯示得漂亮 它要 import一些我們必須要的模組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用 GeoPandas的readfile方法去引入一個台灣的理界圖 那我們直接就是印出來看看 它大概長這個樣子 左邊有一些數值型跟文字型的資料 右邊則是地理的資料 這個等一下會詳細解釋 接下來我用.plot的方法 我就可以稍微預覽一下 我impost進來這個shp file 它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接下來就是來講一下GeoPandas 它如何來儲存資料 GeoPandas裡面有一個Geometry的GeoSeries 那它就是 什麼是Series 就是很像你在 如果你沒有學過Pandas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很像西語言裡面的陣列 它是一長串有些連續不斷的空間 然後它會在裡面的每一個填上 例如說男子區 我就填上男子區的 它是用一個GeoMetri的物件 把那個男子區的形狀存起來 然後存在陣列裡面的地零個位置 然後把左營區 用一個GeoMetri的物件 把它存 share了一點GeoMetri的物件 把它存起來 然後存在第一個位置 依次類推 OK 那剛剛 import進來 我現在有地理的 就是有空間的資料了 但是 我們 GIS除了處理空間的資料 也要處理屬性的資料 什麼叫屬性的資料呢 如果今天空有 就是 每個裡長什麼樣子 我是沒有辦法畫出 例如說台灣的人口密度圖 這張其實是台灣的人口密度圖 我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所以我必須去找另外一份資料 然後試圖把它join進來 比如說把總人口數 還有人口密度join進來 我才可以畫這張圖 OK 所以 為了去combine這些數值的資料 並且把它視覺後 我們必須預先處理一下我們的資料 那接下來就是 讓我們同時來練習一下 Pandas跟GeoPandas 那我用GeoPandas 匯入台灣的D型圖 再用Pandas匯入 就是台灣去年12月人口資料 那我 我分別就是去做一下預覽 各自長這個樣子 那上面就是 就是我們shape file說 裡面有儲存第一的資料 那我要看 怎麼把這兩份資料join在一起呢 我先看上面那份資料發現 就是我有縣市 我也有鄉鎮市區 可是看下面發現 這個資料有那麼一點問題 就是它沒有把它分成兩個 所以我要對應 我要join起來的時候 會有點小麻煩 所以我先用一些 有點蠢的方式 我把它分成兩格 那這就是我們做的第一步 這資料已經可以大致上join起來了 但是為了demo方便 就是我現在先用小資料來跟大家練習這樣 所以我就先選出了八個例 就是高雄市的八個例 並且呢就是把它存在demo 的例裡面 並且我也只選出我今天需要的欄位 所以我得到了這八個特別的例 是被我選起來的 那對於我們的數字型資料 我們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把人口資料一樣篩出這八個例 並且把它存起來 然後也只選出我們需要的欄位 我就得到這八個例的人口數 那一直做到這邊就是 看起來資料大概可以對應在一起 可是我今天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資料那麼細 因為理其實常常更動 我不需要做到那麼細 我只要知道每個區的形狀 還有每個區的人口數是多少就好了 所以我做了一個練習叫Groobuy 那第一資料Groobuy就是 我根據同樣的縣市名稱 還有同樣的鄉鎮市區 我把它分成三區 分別是高雄市走行區 高雄市南籍區 還有高雄市的橋頭區 但是我Groobuy完之後 其實我的電腦還是不知道 我要用哪種方式 把它們 aggregate在一起 不知道怎麼把它聚合在一起 這個時候我必須傳入 aggregation function 那我用了aggregation function 因為第一資料是用 Shapley的Groobuy無間儲存的 所以我也是用Shapley的方法 然後把 function傳進來之後 把它聚合成各個區的形狀 所以你現在看到就是 假的左營區 還有假的南籍區 還有假的橋頭區的資料 接下來我對我的數值資料 也做一樣的事情 我一樣根據城市還有鄉鎮市區 把他們咕嚕拜起來 分成了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市南籍區 還有高雄市橋頭區 那這個時候我的電腦 也還不知道要用哪種方式 把它們聚合在一起 所以我要傳入一個 aggregation function 這邊比較不一樣 直接用它內建點上的方法 其實也是aggregation function 然後把它傳進來之後 我會聚合成 就是這三個區 我各知道它的人口 是 各是513000 還有3000左右這樣 那整理完了這樣的資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高雄市左營區的行眾 還有人口 還有高雄市南籍區的人口 還有行眾 都旁邊對在一起 根據城市還有鄉鎮市區這樣 所以我就會用點mudge的方法 其實它跟資料庫裡面的join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在這邊名字比較不一樣這樣 panda是有點join的方法 但是比較不好用 所以我左邊根據cnet和tnet 右邊根據city還有district 然後我把它們對應在一起 接下來我要怎麼製作區域的密度圖 就是我們剛開始看到那一張 就是怎麼去呈現人口的密度 那我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然後我直接把它印出來這樣 那有關參數的部分其實真的很有趣 但是其實今天沒有什麼時間講 所以下面有一行網址 你可以點進去去看 就是有可以看到非常多美麗的地圖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來到我們今天的小小高潮這樣 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小小專案這樣 那後面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好鴉片無聲 這個是忠孝橋引道 那最近拆掉了嘛 所以但是其實雖然已經拆掉了 但是就是我們市長柯文哲 就是還有一些事情非常的煩惱 我要說這個故事其實是虛構的 那他在煩惱什麼事情呢 於是他就拿起來他的手機 然後發來給府內的同仁 OK他在煩惱什麼事情呢 就是忠孝橋引道雖然拆了 可是影響到周圍的交通 然後希望可以趕快嚴禮對車廂 施工範圍半井500公尺內的禮民進行賠償 然後每個人賠1000元 那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市府小員工就說話 就說可是市長有的禮 只有一點點在影響範圍之內 那我們是否只要賠償的部分禮民 市長想了一想之後就回答說 要嗎就一個禮一個禮賠 哪有再賠半個禮的 好今天情境大概是這樣 那講到就是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要先講兩個小小的地理 就GIS的觀念這樣 第一個是環域分析 就通常用在就是 你要去畫第一個影響的範圍 那大家先看到左邊 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個焚化爐 那你要怎麼畫影響範圍 就是畫一個圓 OK 那右上角 假設你家附近有一條很臭的核 然後你要怎麼畫影響範圍 你可以把那個核到想像成 一個點一個點連起來 然後可以畫成一個一個的圓圈 再把它們 就是 就是取取它們的連擊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右上角那個 那右下角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做的道路 另外一個就是 我有影響範圍之後 我要看哪個 就這個區域 它有沒有在這個影響範圍之內 那今天我們只會用到 interception這個概念 就看它有沒有交集 那interception分成兩種 一種是你看它有沒有在影響範圍之內 第二種是 如果有在影響範圍之內的話 那個被切出來的這個中間的那個形狀 中間那個面積是多少這樣 那這是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再回來檢視一下 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 OK 我這邊看到一張地圖 那中間是忠孝橋引道的位置 首先我們要先選出 去選出忠孝橋引道 所以我們要先找到 重慶北路還有 重慶忠孝路口 還有重慶環河路口 然後我們要把中間的路選起來 第二個是我們要把中間這一段路 設法去畫一個buff 畫出它的影響區 第三個是拿理界圖跟buff 去做interception 去看有沒有交集 那如果有交集的話 才有影響到 所以首先我們引入台灣的 道路的地理資料 第二個是 其實我們這份資料 它是 WGS84 也就是經緯度坐標 所以我要先把它轉換成 就我要3D先轉2D 我們才可以來做 舉了Pandas的分析這樣 那做完之後呢 我先把台北市的道路先選起來 那所以我就把 我就把所有道路 interception 台北市的形狀 然後選出了這些路 接下來呢 因為我要找重慶忠孝路口 還有忠孝環河路口 所以我先把這三條路先選起來 接著呢 我把它印出來 那希望大家還記得 就是我們要找的是 紅色圈圈的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同樣用 interception 的方式 我去找忠孝路 還有 重慶路interception 的中心點 還有環河路 跟忠孝路 interception 的中心點 我各選到之後 我就知道 忠孝橋引到的 就是最東邊 跟最西邊的點各是什麼 ok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忠孝路其實是一段一段的嘛 所以我去取得每一段的 x軸坐標 然後去選出 忠孝路 而且是位於 忠孝重慶入口以西 而且位於忠孝環河入口以東的 這些忠孝路 才是我要選的忠孝路 也就是我要選忠孝橋引到 接下來我用 透過點buffer的方法 去畫出一個半徑為500公尺的buffer 然後把它印出來 現在我們有影響區域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去找說哪些理有被影響到 所以就是拿那些理去 interception 忠孝橋引到的buffer 那我整個選起來之後 我發現總共有13個理 並且我把它的地圖畫出來 那現在我就知道 這13個理是有被忠孝橋引到 拆除的部分 影響到的部分 可是這樣子 就是師傅的小員工還是很不滿意啊 因為他會說 你看右上角那個部分 那個黃色的區塊 只有被影響到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就這樣子也要發潛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對策這樣 他要看就是這個理由被影響到 可是他實際上是有多少範圍是被影響到 所以呢 這個時候要用另外一個技巧 也是interception 的一個分支 就是我要透過interception interception完之後呢 我要把這個區域切出來 這個區域叫做clip 就像一個剪刀把它剪出來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就是clip的範圍是 clip的面積是多少 然後還沒有被clip之前 他原始的面積是多少 兩個相處之後就可以知道 這個理實際上被影響的比例 佔原本的面積的多少 ok 所以我這邊最後做的事情就是 就可以看到比較上面的部分 就是我把clip的面積 就點agr區的面積除1 他沒有clip之前 就是他原本的面積 如果大於80%的話 我把它印成橘色 那如果沒有把它 如果沒有大於80%的話 就是最上面那一行就是 我們的底圖 我把它印成白色 這樣我就發現 這三個區是 就是a方案都大於0.8 就是大於80%的面積 就是a方案它的 要理賠的範圍就是這三個理 那或者是我也可以採取b方案 就是如果我把那個 條件設置放寬到0.5的話 又多了兩個理 現在總共有五個理要賠償 ok 所以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只剩下 就是去找出這五個理 然後再去看 目前這五個理的 就是目前的人口數 就是 再乘以1000這樣 就可以算出這個理賠的範圍 所以我們終於就是完成了這個情境 然後所以柯文哲市長可能就會發現說 就是台灣的工程師真的很棒 然後我看一下我剩幾分鐘 我剩的時間還蠻多 其實我有一些已豬之憾 就是我覺得沒有講到的部分 那還好時間還夠多 那我就稍微講一下 我這樣會有點辛苦 我這樣會有點辛苦 喔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一般 好謝謝 就是我們一般 就是在用一般的資料 要怎麼做join 我們就是找兩個相同的欄位 然後把相同的欄位 就是join在一起 可是呢 在地理資訊系統裡面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概念 它可以根據空間的關係去做join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我有一份台北市實價登錄的資料 我有它所有的 就是X軸跟Y軸 我有它的經緯度 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落在哪個行政區 落在哪一個例 所以我可以把 把就是理界圖跟這個點位的座標 把它們join在一起 join完之後我就知道 這個買賣 這筆買賣 這實價登錄 它到底落在哪一個行政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原本的資料裡面 OK 它原本的資料裡面 它是沒有精細道理的 它就是只有說什麼 總頻數啊 然後什麼每頻的面積之類的 所以我透過Xjoin 我透過Xjoin 我就可以去做一個join 然後最後就知道 就是某 譬如說某一筆交易 這筆的交易 它事實上是 它事實上是 位於就是 台北市的群英里 這樣 然後最後還有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去算出 然後弄完之後 其實我可以 根據理界去做 算出每個禮的 平均的交易的金額 結果我發現 最便宜的是什麼 大通區的賤明里 然後最昂貴的是什麼 大安區的金融里之類 類似這樣 然後 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原本在介紹裡面 有顯到 就是我可以透過 Folium這個東西 應該是這樣發音 就是我把處理完的資料 再透過一個Folium這個東西 去做出可以互動的網頁的地圖 然後我就經過一些處理之後 直接跳重點 重點 OK 就是我有一個台北市的理界圖 那我要怎麼把它畫上去呢 我要圖 json 這個json會圖出什麼 就是所謂的json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第三天的講者 就有位講者 會講到就是 如何在網頁上處理地理資料 所以我把它轉成json之後 再透過Folium 就是 OK 這邊 我再把它 把這個json add到這個圖層裡面 然後在Folium上面把它顯示出來 然後在Folium上面把它顯示出來 那這就是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然後到此結束 那QA有沒有問題 請問大家有 總問題嗎 可以問一下我們尼斯哥 不然我 剛才我聽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想要問一下 後面 有朋友 有問題 基本上我目前也是拿open data來做 可是open data其實有一些 還不夠詳盡的部分 那其實我也有從那個 有一個計畫叫open stream map 就有點像是地圖界的危機百科 大家可以自由去編輯 如果從開放資料 找不到的話 我就會去open stream map 就是它可以當 就是strap file下來 那我就會使用 open stream map裡面的圖子 還有人有 小問題要問一下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剛才你示範在 只有panda上面 都是在做 就是2D的一個空間分析 那因為現在地圖很多是 有在加一些3D的模式 不管是LOD LIN 1 2 之類的 像只有panda有辦法去做這種3D模型的 一個地理分析 據我所知 應該還不行 還不行 對不行 還有人有 問題想要問一下 那 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關於學者想進入大數據分析 你會怎麼去建立它 該從哪裡 這個 我目前也是學生 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分析 這個範圍真的非常的大 可能你可以先把統計學先學好 然後未來的大數據分析 常常會使用machine learning之類的 所以可能未來要去學machine learning 最近deep learning也很紅 所以你可能要去寫一些什麼類神經網路之類的 或者是可以來我實習的公式智庫驅動的課來學習 我們有的時候會開課